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怒法冲冠的故事吧 战过时期 赵惠文王得到一块相当珍贵又稀有的和氏币 秦昭王知道这件事以后 很想得到这块珍宝 于是他假意写信给赵王 表示愿意用15座城池来换和氏币 赵王知道秦王是在欺骗他 不想把和氏币送过去 但是又不敢拒绝秦国 正在烦恼时 有人向赵王推荐了令香儒 说他具有胆量和才能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赵王连忙把令香儒找来 问他该不该同意秦王的要求 用和氏币交换15座城池 令香儒说 秦国强赵国若 为了防范秦国攻打赵国 这件事不得不答应 赵王焦急的问 秦王得到了和氏币 却不肯把15座城池给我 到时候该怎么办才好呢 令香儒说 秦王提出的要求很难拒绝 如果他不肯交出15座城池 就表示秦王无礼 我们可以先答应他的条件 让他承担不守信用的罪名 赵王听了虽然不放心 但也只能派令香儒去见秦王了 秦王得知令香儒来了 没有按照正式的礼仪 在朝廷接见他 却态度傲慢的 在一般公事里召见他 拿到和氏币后 秦王很高兴 忍不住看了又看 还拿给身边的人观看 但是完全不提15座城池的事 令香儒看秦王 没有意愿交出城池 为了维护赵国的利益 故意对秦王说 和氏币上有个小缺点 您看得出来吗 秦王问 在哪里 令香儒说 请让我指给您看 拿到碧玉后 令香儒往后退了好几步 站在柱子的旁边 他愤怒激动的说 赵王和大臣们商量后 都认为秦国是想要骗取和氏币 本来是不打算送给秦国的 听了我的意见后才派我送来 令香儒喘口气后 接着说 我来到秦国 大王没有礼遇我 拿到碧玉后 竟然又传给大家观看 当面戏弄我 所以 我把碧玉拿回来了 大王如果要用武力抢夺 我情愿把自己的头 与碧玉 一起在柱子上 撞个粉碎 秦王看大事不妙 只好向令香儒道歉 请求他不要撞碎和氏币 但是 令香儒认为 秦王不会交出城池 所以暗中请人把和氏币 送回赵国 秦王得知后感到很无奈 却也只能依照礼仪 送令香儒回赵国了 同学们 听完故事后 你还记得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 就让我带你回顾一下 故事的重点吧 今天的故事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元气 赵王得到世上罕见的和氏币 秦王知道后 很想拥有 表示愿意用15座城池交换 过程中 赵王派令香儒 将碧玉送交秦王 却得到秦王的无理对待 故事的结果 令香儒想尽办法 拿回和氏币 秦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道歉 并依照礼仪 并依照礼仪将令香儒送回赵国 同学们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怒法 冲冠的故事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忍真地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如果你是赵王 愿意用稀有的和氏币交换15座城池吗 如果你是令香儒 面对秦王的无理对待 会用什么方式回应 要如何做 才能保住这块珍宝呢 上面两个问题 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怒法冲冠 是形容非常愤怒的样子 主要是用来表达 激动 气氛的情境上 我们来看看怒法冲冠 可以怎么使用吧 你的脾气不要那么坏 芝麻点大的事 就气得怒法冲冠 看到他怒法冲冠 正臂挥舞的样子 在场的人全吓到了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与怒法冲冠相关的词 有哪些吧 相似的词有 咬牙切齿 怒火中烧 怒气冲天 相反的词有 心平气和 平心静气 态度冷静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同学们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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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